拉开衣服 手臂的这道伤口长达6公分 破皮还流血 之所以会受伤 竟然是因为高压水枪造成的 当时受伤的民众 就是来到这家自主洗车厂洗车 水枪从右手换到左手的时候 水柱一不小心射到手臂内侧 就连穿了两层衣服 还是被伤得皮开肉绽 6公分的伤口 你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吗 我觉得可能 不大可能距离的关系吧 它可能近距离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想象 听到有人用水枪弄伤自己 来自助洗车的民众也心里会怕 如果拿西瓜来实测 就知道惊人的程度 近距离10公分 要不到10秒钟 西瓜就裂了两公分的风 再用翁来测试看看 就算纤维比较粗的凤梨 30秒后也被射出两个洞 我刚才有试过 在这边的话 其实它是手感 其实它是没有压力 是不是很大的 可是越靠近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伤害 即使是对准车子 应该距离要二三十公分 因为它会有一个反弹的力道 也会还是会有 会有让人体有伤害的可能 一般来说 高压水枪的水压 会从50到200公斤 记得使用的时候 保持距离一侧安全 否则瞬间水枪变水刀 会伤到人 借李孟章 徐一林 台中报道